刚刚去买了早餐 现在回来录营地这边吃 一瓶豆浆自己磨的 一个茶叶蛋 一个肉包 一个菜包 肉包里面是包那个肉和鸡蛋 老板说包肉和鸡蛋 他这个豆浆分量很足啊 很实惠这个 而且这个包装就这一个瓶子 都得多少钱了 所以说他这个七块钱 这么多东西 我感觉是 我来出来这么久吃的 算是最实惠的一次 这么大一瓶豆浆 在那个福建省张浦县 我们之前吃的是两块钱一碗 但是可能加的料不一样啊 它的料可能是 它那个料有加玉米 可能是成本比较高 总的来说这边是很划算的 这个如果是在张浦县那种 两块钱一碗的话 算起来这个东西得四块钱了 然后加上这些 然后加上这些 好喝 非常好喝 太实惠了 我们就去 它这种应该是 起码得有四百毫升吧 四五百毫升是吧 就算它四百多吧 你去买一瓶水 现在都得一两块钱的 别说豆浆 太划算了 爽 这个包子里面是包的包菜 然后还有一点辣的味道 可能是有点辣椒粉 然后再加点胡椒粉吧 大概是这样子 还有一点胡萝卜 这红色这些应该是胡萝卜 这个是肉包蛋的 那个碎肉 然后这边应该是一个蛋白 这个蛋也很好吃 这个是普通膜蛋 不是茶叶蛋 没有茶叶味 没有茶叶味 胡葱蛋